当黄瓜接第二个或第三个瓜时 就要开始选择直顺健康的黄瓜 作为留种瓜留下来 然后就一直让留种的瓜保留在藤蔓上 直到所有的黄瓜采摘完毕 叶子都开始枯黄 留种的瓜外皮也开始变黄的时候 就可以采摘下来 来吧 绦统 这跟在一起 切成出小卦 切成出小吃 继续 切成出小卦 製造了剥骨 片面錄音 +. 啤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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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筛网冲洗瓜子 然后直接晾干 刮下来的瓜嚷和种子 也可以密封储存两三天 让其自然的发酵 这样得到的种子质量会更好 两天后 我们把发酵好的瓜嚷倒进一块毛巾里 在流水下轻轻地揉搓一会 黄瓜的种子就会很干净地分离出来 晾晒数日 直到黄瓜种子完全干透 就可以收藏起来了